本期节目给大家分享的是SS13 危急危阵天 变二电影款 作为SS系列第一支危阵天 还是令我蛮期待的 内包辅送的背景板依旧是秦天柱牺牲的那片丛林 话说这款背景板的重复利用率还是蛮高的 主体方面 破碎的外星机械风格体现的蛮明显 身材比例的还原度还是相当高的 一眼看上去 张牙舞爪的造型看起来也很还原 而且 由于没有什么东西要收纳 背包的造型堪称完美 但也带来了另外一个缺点 从侧面看上去身体是镂空的 头雕方面 无论是造型还是细节刻画都很不错 不过 全身的塑料原色并这款老薇的质感显得一般 好在胸腹部的一些细节分色 以及腿部的履带涂装勉强挽回了一些分数 可动方面 除了腰部之外 其余部分还不错 老薇的手刀和手臂是一体的 将它厚折180度收纳就能露出手炮 另一只手虽然尖锐 但都是软胶材质 不用担心扎伤 危阵天在变二电影之中的伪装形态是这样一部外星风格的坦克 履带的底部装有隐藏轮 调整好四轮接力的话 推车滚动还是没问题的 SS13危阵天的变形流程 右手的手刀后翻180度收纳 将肘部打直并且将肩肩翻转到后面 左手内侧手指外翻到最大 同样将肘部打直旋转180度 手臂根部前翻松开两肩的插栓 将头部前翻避让开空间 将背包的关节一段一段的向上打平 背包双关节竖起 腾出空间 将大腿根部双关节向外拉出 打平 左侧手臂 沿根部向后翻折到底收纳 要点是要插接这里的插栓 右臂同样方法收纳后 插接这里的插栓 将右臂的手指下压盖平 背包双关节下拉到底盖平 要点是插接内侧这里的插栓 双脚脚尖向中间合拢插接 小腿后方盖板上翻腾出空间 双脚外侧部件上翻180度 此时将脚跟向上翻折到底 脚部内侧盖板沿根部向上折然后盖好 膝部关节下翻到底 将小盖板下翻到底 再将前方打平 将脚部沿轴拉到最外侧 再将腿部向后旋转180度 双腿沿根部上翻180度 头部本身上抬到顶 此时将腿部插接在身体两侧 翻开大腿盖板 再沿双关节向内侧收纳到底 最后调整黑色部件压在脸部左右 再简单调整一下四轮接地 为整天变形完成